据了解,旅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伦、杨阳和他们的双胞胎女儿已经于10月13日平安回国,四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 大熊猫保利和轻保,今天凌晨,搭乘专机前往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中方专家将在美陪伴两只大熊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它们的生活日常。 中美双方按照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要求和技术标准,全力保障旅美大熊猫健康、安全。 今后还将定期或不定期派出专家开展实地检查、评估和指导。 相信新一轮中美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将在原有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更多成果,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新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